各位同学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回归问题及其性能评价方法 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回归 回归是一种预测性的建模技术 是确定两种或者两种以上变量间相互依赖的 低量关系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 例如图中是PES的价格与其尺寸之间的回归关系 根据图中这几个数据点 那么这里用一条直线来回归其关系 根据这一关系可以预测某一尺寸的PES 其价格可能为多少 既然回归侧重在定量关系的分析 那么回归通常输出为一个实数的数值 这和分类有所不同 因为我们知道分类的输出通常为 若敢确定的类别标签之一 既然回归和分类有所不同 因此回归问题也需要有相应的评价 或者度量方法 那么常用的度量回归问题的方法 包括如下几种 首先我们看一下如何使用平均决定误差 即MAE来度量回归的性能 MAE是决定误差损失的期望值 如果YM是第二个样本的预测值 YI是该样本的真实值 N-samples是测试样本的总数 则平均决定误差 MAE的定义 如下面这个公式所示 那么另外一个 评价回归问题的常用指标 是G方X 即MSE 那么该指标 对应于平方误差损失的期望值 如果YM是第二个样本的预测值 Y是该样本的真实值 N-samples是测试样本的总数 则均决定误差损定义 如下面这个公式所示 那么这里注意 还有另外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指标 即均决定误差 其是MSE的平方根 好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 使用MSE进行回归问题评价的举例 假设模型预测 某日下雨的概率为P P通常在0到1之间 即为时数的数值 那么注意 因为此时只是预测某一天的情况 因此此时只有一个测试样本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可能的情况 来了解一下MSE 一 如果预测下雨的概率为100% 且真实情况是下雨了 则MSE等于0 即均决差最小 此时预测模型很完美 二 如果预测下雨的概率为100% 但是真实情况是没有下雨 那么 此时的MSE等于1 即均决差最大 此时预测模型最高 三 如果预测下雨的概率较大 比如说为70% 且真实情况是下雨了 则MSE等于0.09 此时的误差相对较小 四 如果预测下雨的概率比较小 为30% 且真实情况是下雨了 则MSE等于0.49 此时的误差相对较大 那么当然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见到 MSE的取值越小 则预测模型的性能越好 我们再看一下回归问题的另外一种评价方法 即逻辑回归损失 简称log loss 或者叫做交叉伤损失 那么其常用于评价逻辑回归和神经网络等模型 这两个问题我们在以后会陆续介绍 我们先看一下如何用逻辑回归损失来评价两类的分类问题 假设某样本的真实标签为Y Y的取值我们知道是0或者1 而采用回归模型给出的概率估计为P 那么则每个样本的逻辑回归损失 是对分类器给定真实标签的负的对数私人估计 那么计算公式为这个公式 那么这样说可能有点抽象 下面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看一下 两类问题的逻辑回归损失举例 首先我们把公式写在这里 假设有四个测试样本 那么下面的两行分别是 这四个样本的真实标签列表Y处 和这四个样本的预测值列表YPride 注意YPride列表中每个样本元素有两个数值 分别表示该样本属于不同类标签的预测概率 这结合应该为1 例如YPride列中 第一个样本的两个元素 0.9和0.1 表示第一个样本有90%的概率属于标签0 当然属于标签1的概率 就只能为1-0.9等于0.1了 那么然后可以依次计算每个样本的逻辑损失 例如对于第一个样本 Y等于0 P等于0.1 则代入公式 可以求得其逻辑损失为这个数值 然后我们再依次计算其他几个样本的逻辑损失 那么以E为底数 最后可以求得上述四项的均值为0.1738 那么注意 在SKLEN中提供了一个函数 用于计算逻辑损失 其对数默认就是以E为底数了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多类问题的交叉伤损失如何计算 假设共有K个类 首先需要将样本的真实标签编码成EFK 等二元指示居认Y 那么到底如何转化呢 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 假设K等于3 则每个样本的真实标签通常为123 那么此时标签1可以转化为100 标签2可以转化为010 标签3可以转化为001 那么假设模型对测试样本的概率估计结果矩阵为P 则在测试级上的交叉伤损失 可以通过这个公式来计算 那么公式中 大N表示测试样本的总数 YiK表示地面真值 ground truth 其具体含义为 第二个样本是否属于第K个标签 注意 由于表示为二元指示居认 因此每个样本对应的K个标签中 只有一个标签值为1 其余据为0 那么PiK则表示 模型对第二个样本的第K个标签的预测值 即该样本属于K标签的概率有多大 好 那么下面我们同样举一个例子 来看一下如何计算 我们假设有六个样本 三个类 那么第一行的Y2 表示这六个样本的真实标签 下一行 Y2B表示 这六个样本标签的二元指示矩阵 那么对应着刚才讲过的公式中的大Y 下一行的YPRED表示模型对测试样本的概率估计结果矩阵 对应着刚才讲过的公式中的大P 那么我们得以第一个样本的预测结果为例 因为我们适 doesn't everything 0.6 0.1 0.1 0.3表示模型预测概念笙性本属于三个类类的概率分别为0.601 1和0.3 显然这三个数值的总和应该为1 那么然后就可以根据公式来计算其交叉上损失 那么最后结果为0.6763 好 那么以上讲了几种常用于评价回归问题的度量方法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 即回归评价中每个样本的真实标签 或者说地面真值结果是如何获得的呢 在很多情况下 需要人工来标注每个样本的标签 或者回归的目标值 从而构造测试级来接些评价 但有时也可以通过自动的方法来获取测试的数据级 比如说电子商务网站的商品评分数据级 那么由于很多用户对买过的商品都会给出一个星机评分 同时也给出文本形式的评论 因此这样实际上就构造了一个测试数据级 可以对预测模型进行性能评价 那么比如说这个例子 用户给出了文本形式的评论 那么模型可以利用评论来预测其对应的星机数值 那么同时我们注意到用户还给出了真实的这种星机数值 那么这个星机数值就可以作为模型评价时的ground choice 或者说够的Stata 那么这样就可以利用之前讲过的回归多量指标来进行评价 实际上很多网站都提供了类似这样的语料 如大众点评 淘宝等 好 那么这一部分就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